歡迎您去鎖定哈囉台灣 我是陳月婉涵 哇 淑莉姐 您今天到了趴趴 夠是到花蓮嗎 那片天氣感覺真的滿好的 一大片綠地 旁邊還有人在跳舞 難道是要帶我們去看一些 所謂阿嬤零食 葛玉金嗎 時間交給淑莉囉 嗨 月潭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啊 大家知道我在哪裡嗎 告訴您啊 我是在一個大腳丫裡頭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大好大的腳丫對不對啊 這裡是在花蓮的玉里 而且是在玉里的織羅部落 織羅部落到底在哪裡 我們就要請出我們這前頭目 也是我們現在春日裡的里長 春里長 初日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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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們阿美族的早安要怎麼講啊 我愛好 我愛好 等一下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啊 我們的織羅部落到底在哪裡 怎麼會有一個這麼特殊的地方 在我們花東縣谷的中間 然後在蘇格蘭區的沿岸的中段 中段這裡也是交會的地方 對 難怪這裡真的是地靈人節 對 里長 我今天一大清早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看到我們阿美族的美女在這邊跳舞迎賓 而且這邊我覺得整個氣場 整個磁場非常的好 這空氣非常的清新 不過啊 里長啊 我們今天是為了一個特別的食物來的 對不對 對 到底這是什麼樣特別的食物呢 等等 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 淑莉就是為了要尋找這個特別的食物 你有沒有覺得它長得像什麼 真的 誰讓我夠像蟲蟲啊 這真的很像雞姆湯耶 大哥 威風大哥 是啊 牠不是蟲 牠是葛育精 葛育精啊 聽說這個葛育精啊 威風大哥 你為了要富裕啊 我們在芝羅部落這邊的葛育精 種這個葛育精好幾年了 幾年的時間 對 目前13年了 已經13年了 對 對 對 在你旁邊的是秀美 秀美 大家好 這個他們為了要富裕 聽說這個是你們以前小時候 也是阿嬤時代的零食 對 而且是阿美族人 以前就是從 以前到現在 以前在用的阿嬤的太白粉 這個 而且它是非常顧味 而且可以健脾的一個 非常天然的澱粉 是喔 你們吃都是這樣子吃嗎 對 吃它原型的食物最健康 其實我覺得 這像蟲的葛育精啊 它蒸煮好之後啊 散發出這個 淡淡的這種玉米香氣 沒錯 這個是直接就這樣吃 吃這一頭嗎 對 來吃吃看啊 土裡玉米的香味 就是這種葛育精的味道 好吃耶 你長一起嘛 嗯 這吃起來我覺得好特別喔 因為呢 它的口感啊 你說它像 那個玉鼠鼠 那個玉鼠鼠也有點像 有點脆度 那個呢 吃起來那種澱粉的感覺 因為有點像馬鈴鼠 是 沒錯 其實它其實就是一樣嘛 跟地瓜 馬鈴鼠一樣 是屬於根莖類的喔 對 而且呢 你剛剛說的 它營養成分非常的高啊 是 它是怎樣 顧味 健庇 沒錯 沒錯 尤其是春天 尤其是春天喔 對 這個鼠粒也要再跟大家講一下囉 因為呢 在春天的時候啊 我們常常會覺得喔 這個 這個胃口不太好 對不對 對 胃口不太好 為什麼會這樣 最主要就是因為 這春天濕氣啊 很高 那濕氣高 再加上呢 溫度一起來的時候啊 常常呢 讓我們這個胃跟皮 尤其啊這個皮啊是煮啊 我們整個呢 身體通路 血路的 這個皮啊 這個氣不通 就會導致呢 我們的胃的消化也不好 是 所以為什麼說呢 我們呢 在這個春天啊 要這個 這個春困呢 要把它疏通 而且呢 要這個去濕氣 吃這個隔育精非常的好 好棒喔 而且我覺得 這吃起來有飽足感 聽說它腥微值也很高 沒錯 算是腥微非常豐富 非常豐富 所以其實如果 嗯不順的話 沒錯 沒錯 昨天我吃了好多根啊 希望今天有幫助啊 是 那秀美你要來介紹一下 通常啊這個葛玉精啊 在我們啊 煮裡面啊 這個做法上面 除了說我們用吹 蒸煮可以來吃 當一個煮食 沾鹽巴就很好吃 妳試試 那另外還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為了 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會拿來做 葛玉精的飲料來喝 平常就可以做養生用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 整個概念就是把它 當成太白粉來使用 那你要做 葛玉精飲之前呢 一樣要先把它攪開 把葛玉精粉攪開之後 然後再倒入熱水裡面 然後不斷的去攪拌它 然後再加個黑糖 比較養生 對 因為有的人不習慣就是 沒有顏色或是沒有味道 它就喝不下去 對 所以這煮的過程 之後煮好之後就會是 這樣的一個葛玉精茶 沒錯 為什麼今天熟利要特地過來 在這個春天的時候 來尋找這項特殊的食物 葛玉精 那是因為去年的時候 我們在OKRUN的路跑 來到了你們部落有沒有 你還去不去呢 記得記得 那個時候我喝到這個葛玉精茶 驚為天人啊 好好喝 那今天讓妳回憶一下 尤其那個葛玉精茶 那個時候有沒有 我們在跑步啊 又是夏天啊 然後所以他們端出了 這個葛玉精茶說 這個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消暑 消暑減掉的 而且好喝 預防中暑 有用的喔 而且好喝到啊 我喝這樣一杯啊 還不夠 我還拿著保溫瓶來裝 所以那個時候就發現說 原來葛玉精 在那個時候並沒有 因為不是當令 當季 要春天才有 是 所以這一次 你看熟利就來了 真的 謝謝妳再來 真的 而且為什麼熟利要來介紹 這個葛玉精啊 是因為呢 當初啊 在這葛玉精啊 在我們全台灣 甚至呢 我們阿美族的部落 幾乎都快消失了 那真的是呢 靠我們這個族人啊 秀美啊 還有我們里長啊 還有偉豐大哥啊 真的很認真的在富裕 當初為什麼會消失啊 因為毒澱粉事件 還記得嗎 毒澱粉事件嗎 有啊 當然 我記得國中時期 葛玉精就好像 就這樣子不見了 然後大家就在討論 好像少了一個東西 謝謝 薯利 大家才發現 是因為化學的塑化劑跟啟銀劑 來了之後 把葛玉精取代了 就是因為呢 那些塑化劑太便宜了 所以大家都用便宜的 結果毒澱粉事件 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這對身體是有害的 對 所以才把呢 我們葛玉精粉 注意起來 因為呢 這是最天然 然後最養生 最圓形的食物 所以今天能夠再度呢 把這樣一個好的食物 推薦給大家 尤其在春天的時候 它不僅呢 對於我們的皮 對於我們的胃 非常的有幫助 而且呢 喝一下這個葛玉精茶 今天薯利又開心了 春天就是要開心啊 我們除了這個葛玉精之外啊 秀美 你還要來告訴我們啊 事實上呢 在我們之羅部落的早餐當中啊 我們呢 通常還吃了這個飯糰啊 是 我今天有準備早餐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五股飯 我們自己種的 有紫米 小米 紅米 白米 糙米 五種米 一起做 聽說這個摸摸飯 以前呢 還要呢 這個非常有錢的人家 或者是呢 有慶典的時候啊 大家呢 才會端出摸摸飯 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摸摸飯呢 然後再搭配上我們的鹹豬肉 聽說呢 就是大家一天啊 活力的來源 吃完的摸摸飯 大家就要幹活啦 是不是 沒錯 所以秀美啊 在你們這富裕的過程當中啊 事實上經歷了十幾年的時間啊 而且呢 這樣的一個旅遊啊 這樣的一個方式 你們也透過游城的方式 是 大家是可以來預約的 沒錯 可以用這個游城 大家呢 可以來到這個大腳丫裡面啊 來體驗一下 我們原住民的風味餐 甚至呢 好好來認識一下 我們的隔育精對不對 是 所以呢 我們啊 通常啊 在這個遊城當中 我們要報名的話 怎麼報名啊 其實很 現在網路非常方便 只要在網路上面 搜尋之羅部落 對 就可以找到 我們的報名方式 對 所以呢 事實上今天 淑莉在這春節 春分的時候啊 在春天的時候 介紹給大家 我覺得是大家應該很少看見 是 這個很像蟲 但它絕對不是蟲 不是不是 它是台灣最早的 最古老的太白粉 是 它是非常健康 對於我們身體非常有幫助的 葛育精 是的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好東西 一起推薦給大家 讓這個葛育精啊 能夠取代化學太白粉 沒錯 讓我們呢 吃得更健康 也把這富裕的成果 呈現給大家 好啦 當然如果說大家要來到 我們玉里 要來到我們的這個 之羅部落 天氣好不好就很重要了 沒錯 其實啊 下個月 不是 下個禮拜 是下個禮拜 就是我們的葛育精節是嗎 對 我們今天 要想要報名的話 一樣在網路上 搜尋之羅部落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報名方式 整個葛育精節 長達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對 我們會辦四個梯次 會歡迎大家一起來囉 好啦 那天氣上呢 接下來其實天氣也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們趕緊啊 從衛星雲圖 也要帶大家愉快來看看了 在天氣上來說的話呢 欸 今天呢 一樣喔 這水氣是非常少的 那麼因為呢 整個風場開始吹東南風了 所以呢 今天呢 有點高壓回流 所以今天的天氣啊 會比昨天還要來的暖熱許多 當然水氣上今天呢 還是呢 算少的 因此呢 從雨區預報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啊 就算有雨 那麼就真的啊 只有在花東啊 還有呢 山區 偶爾有一些零星降雨 南部的山區午後呢 局部有一些午後的 一些短暫鎮雨而已 那麼當然囉 明後兩天啊 就是呢 這個週休假期了 告訴大家 這週休假期啊 吹得甚至啊 是更偏南風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週休假期 天氣更滑涼 南風再加上呢 燦爛的春天的陽光 所以呢 明天啊 後天 這高溫全台各地上看30度 那麼呢 甚至啊 在這個中南部 還有32 33度以上的高溫 那麼以今天的高溫來說 台北的高溫啊 就可以占上23到26度囉 台北今天就有26度的高溫 那麼呢 在中南部的話呢 甚至26到31度 像是花蓮跟台東的話呢 差不多是在24到26度左右啊 所以呢 這天氣非常的好 非常適合戶外踏青啊 所以如果說呢 聽說啊 我們4月份啊 我們在支羅部落的葛玉金節 主要的幾個T次其實都已經額滿了 如果說呢 大家想要來體驗一下 我們這個大腳鴨 這個大腳鴨的田園餐桌 大家呢 在我們的畫面上已經有看到了 而且呢 想要來體驗一下 部落裡的葛玉金 這最古老的我們的太白粉 也是阿嬤時代的零食 歡迎大家或許還可以利用明後兩天 或者是下個月 還有一些零星的散客的機會 對 也可以 後方來體驗一下 當然囉 上我們的這個網頁 對 粉絲團的網頁 對 絲羅米86的網頁也可以 大家呢 或許就可以看看有沒有機會囉 好啦 無論如何 在待會7點20分的熟利西巷PapaGo 我們還有更多的葛玉金美食 要推薦給大家 再把時間交給暈海囉 嗨